大小姐 你大嫂的公司已经破产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她 不用去看了 我倒想知道 她破产了 婆婆会怎么对她 好好的一个公司 叫你开个开着就开没了 你真是个废语 妈 这都不管我的事 肯定是有人背后故意搞我的 妈 您先别生气 还是先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吧 我不管谁在搞你 走着公司不能破产 否则的话 我让老大给你离婚 妈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如果有办法的话 我还能去找人求求情 那会是谁呢 如果初夏说的是真的话 那应该就是她了 她说的话你怎么能相信 她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初夏 大嫂 你的公司破产 怎么能和初夏有关系呢 破产了 还想当我们家儿媳妇 有一个穷丫头当儿媳妇 就够气死的了 那你要不相信 你可以去问问她 她在呢 妈 她 她怎么又回来了呀 提起这个我就生气 好不愿意把这个林春夏给赶走了 这个小枫又把她给找回来了 小枫 小枫是不是让谁灌了迷魂汤呀 一个出轨的女人 竟然还把她找 大嫂 我和初夏被你污蔑出轨的事 我想你比谁都清楚吧 我们都不提了 你也就别再提了 我 林初夏你给我出来 林初夏你给我出来 妈 林初夏 是不是你搞的鬼 让其公司破产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对 就是我让他公司破产的 初夏你胡说什么呢 我就知道是你林初夏 你到底用的什么手段 我能有什么手段 无非就是花点钱而已 那些股东们可说了 以后休想上他们的床 你说什么呢 林初夏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妈 我哪有什么意思呀 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以后报大吩咐的时候 去验一下DNA 免得白高兴一下 男齐你个贱人 妈 你不能相信他 他是故意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 我真的是清白的吗 你还配清白两个吗 这里面是证据 你自己看吧 你竟然敢偷拍我 我可没说这里面是你的照片 你怎么不打自招了 承认自己干的那些丑事了 你怎么这么卑鄙啊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 大嫂 你干都干了 你还怕人说呀 妈 你千万不要告诉陈琳 我这都是迫不得已的吗 别叫我妈 我们家里脸都叫你揪气了 还给小林带了这么多顶的热帽子 我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从哪来得欠你孝顺你呀 大宝 妈可没让你用这种方式来孝敬他 你可逼嘴巴 都是你这个贱人搞的鬼 我可不再是以前的乡下丫头了 我的公司绝对是为你高卡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小宝 你帮帮我吧 你帮嫂子跟 李初夏求求情 他平时最听你的话了 大嫂 你跟大哥的感情问题 还是让大哥自己解决吧 至于公司 怎么可能跟初夏有关系 他肯定是为了气你 才说和他有关系的 安琪 你自己做出事了 你还有脸求情 还说人家林初夏出轨 品行不端的人 明明是你自己 你这轻浮的女人 为了钱 充卖自己的身体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的秦琳 哈哈 哈哈 我现在没钱了 就配不上你们家了是吗 果然 这些你 你只是 把我当成你们家的摇钱书 怎么 一个儿媳妇拿着点钱来笑声婆婆 我那是看得起你 你以为 我就那么容易被击垮 实话告诉你 我三千万买的股票 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我还会东山外起的 你就等着后悔吧 什么 三千万 你哪来了那么多钱啊 你不会拿的那两千万 也去买了股票了吧 没错呀 拿了又怎么样 这些年 我给你给这个家 花了多少钱 这两千万是我已经得的 你 你 妈 你别激动 先休息一下 身体要紧啊 不提呀安琪 安琪你也太过分了 安琪 你也太过分了 那枚玉帆着本来就是我送给妈的礼物 你总有妈卖了就算了 你还把钱拿走 林初夏 如果不是我说要卖 你们家能有这么多钱吗 本来呀 我赚了钱 你们还能沾点儿逛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 还真是可惜呀 真是不要脸 大嫂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们找谁 安琪呢 我找先安琪 你们谁呀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安琪呢我找安琪 找找我干什么呀 干什么 你问我们黄业借了5万高利贷 你什么时候还 我我我不是说了吗 等股票涨了连本带息给他呀 老子去你妈的股票上涨 兄弟啊 要钱归要钱 能不能好好说话别动手啊 我 我又不是不还钱 你们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你不看新闻吗 你的股票大跌 你的钱估计都化上灰了赶紧还钱 不可能啊 他们说股市很好稳赚不赔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的两千五百万 这绝对不可能 连本带息一共一千万 马上还钱 否则别过我不客气 怎么一千万呀 可 可我只借了五百万呀 这么几天就涨到一千万了 你们的利息也太高了吧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今天必须把这个钱还上 否则 大哥 我也是被骗了呀 那个人跟我说股票稳赚不赔的 我就信了他的我的钱全都买股票了 我现在是真的没钱了呀 你别他妈废话 你还不上 你找你们家里人呀 他们总有钱吧 对对对 你找他们他们有钱 他们是我婆家 我婆婆有钱 我婆婆有钱 哎哎哎 安晴 谁是你婆家了 我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 哎哎这位大哥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钱找他 我可没有 他可是用你们家名义借的钱 他还不上你们就得还 他借的钱凭什么我们来还 况且这么高额的利息 这不明摆着讹人吗 你个臭娘们 我就和你们怎么了 这一千万谁来管 我夫人家 我跟她说 感谢观看